買期賣期,相信很多人都試過 給幾個銀子就幫到人,本來是一件好事 不過根據英國慈善援助基金會公佈的2021年 慈善捐助指數世界排行 香港是減少行善得最多的地區之一 而香港亦有不少網民開始對賣期這個行為反感 為何香港人由為善不甘後人,去到不甘心為善呢? 又為何我明明買的是期,但你又要給我貼紙呢? 今集就和大家說說賣期的歷史故事 大家好,我是港式多士的Godfrey 港式多士是一個推廣香港歷史文化的組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給個like和share 還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說賣期之前,又要退回到1841年香港開埠 當時政府已經入不富製 社會福利、醫院、學校都不會有錢搞的 香港的窮人那麼慘,誰能幫助他們呢? 主能夠,主能夠,沒錯 主能夠幫助他們 因為香港當時做了英國殖民地之後 有大量的人口進來 不少教會都看盡了這個機會 想在香港吸納信徒 叫人無緣無故信耶穌 當時連耶穌是誰都未知的香港人 自然坐你都傻了 所以教會就想到建一些學校醫院 讓你在看病上學時 慢慢成為信徒 例如這個倫敦傳道會 就在香港教了英華書院 同時又建了一間傳道會醫院 就是被人免費上學看病 都算是最早的慈善機構 教會的錢哪裡來大家都知道 但香港就越來越多由華人主導的慈善機構 一些籌款活動亦都隨之而出現 最初大部分的善款都是由總理捐出 又或者搞一些賣物籌款 主席這首歌不容易唱的 是啊 不容易的 不過去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就開始賣 魚美人化為雙兵籌款 不久一些香港的外籍人士亦跟機了 開始在香港賣花籌款的先禮 其他慈善機構 如保良局、東華三宿等等 亦跟著賣紙花 可能賣花始終要找人接 去到1931年上海被日本入侵 香港的聖約翰救商隊 為了幫國軍及上海市民籌款 弄了一枝枝的旗仔來移賣 現在負責賣旗的多數是學生、小朋友 原來當年幫忙賣旗的是護士姐姐 聖約翰救商隊動用了養和醫院的全體護士 去幫忙賣旗 香港初代的賣旗就是這樣出現了 去到戰後香港白費待興 需要幫助的人由旺角排到沙頭角 不同的慈善機構亦向政府申請賣旗 為了慈善機構可以評分賣旗日 亦被市民回下氣 政府每年編排買旗日 慢慢就變成現在每逢星期六買旗 50年代買旗還有很多花神 例如這個寶良谷就想到出名譽旗 只要你付10元雞 就可以拿這支旗貼在自己的車頭上 給街坊賺你多有善心 去到60年代 慈善機構發現要人手一支支整旗 實在太沒效率了 於是他們就印刷了一張貼紙 出來一頂頂地去修割善掌人翁 時間快速來到2023年 為何大家還會救病賣旗的行為呢 主要是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幫忙賣旗的學生是自願想幫忙 半推半就被迫賣旗 其實這件事 50年代已經有一班教育工作者吵過了 只不過當時大部份慈善機構都有自己的學校 他們發現其實是阻止不了的 第二點就是大家會質疑 賣旗是否真的幫到人呢 有些機構的行政費 總理人工就很高 你捐的錢都是幫那種搭頭等 住總統套房 還有一些慈善機構 在搞助養小朋友的時候 被人發現做養 小朋友又大過了 第二年又變回小過了 這些都放在眼前 雖然香港是有不少機構是有爭議的 但其實還有很多值得大家幫助的機構 到今時今日你還會不會買旗呢 不如留言告訴我們吧 今集的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